欢迎来到浩德说书 嗨,大家好,我是浩德 欢迎来到浩德说书 那这一期呢,我将会跟大家分享 关于富博把,全博把的这本书的单元吧 这本书的单元吧叫做Getting Started 就是开始 其实呢,我们很多时候 被接受的教育 被吸收的资讯 可能就觉得钱是万二的 然后我们应该要努力的打工 然后在政府部门工作 拥有稳定的工作,那就好了 如果你是这样认为的话 那我觉得你可能不需要继续停下去 如果你是想要摆脱,想要改变 你希望说你的生活可能更加提升 或者说你希望你能够变得更富裕的话 那这个单元可能就比较适合你 因为这个单元呢 是Robert 就是Robert Kiyosaki跟我们分享的 十个步骤如何开始 十个步骤如何开始 那第一个步骤呢 就是找一个理由 我用英文先说 然后我再用华语去解释 Find a reason greater than reality The power of spirit OK 那基本上 就是我们可以找一个理由 让我们想要去做 首先呢 这里呢,它有跟我分享到两个方法 你可以先从你不想要的 或者你想要的去思考 OK,这两个方法很简单 第一个是不想要 第二个是想要 那比如说我不想要什么 我不想要看到我父母很辛苦的去工作 我不想要 当我孩子长大的时候 我没有时间陪他们 这是我不想要 那我不想要 我想要休息的时候 可是我老板一叫我 我还要去工作 这是我不想要的东西 所以也因为这些不想要 我 我觉得 我更应该 拥有 更好的生活 OK 那 之前我开始分享 我想要啊 我想要 很多钱 我想要 环游世界 我想要 就是 工作以外 我的生活 也能多吃多彩 这是我想要的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 知道自己不想要 还有想要的 找出一个 你自己 为什么 希望 变成更富裕的一个理由 那 以上 就是我的理由 因为我 真的不想要 被疏股 就是被绑住 我也希望 如果将来我有孩子 我真的希望 我可以陪他们长大 OK 我不想像 呃 传统的父 尤其是父亲的角色 很多时候就是一直去工作嘛 然后孩子就只有妈妈陪 很少 缺乏了父爱 那这个是我不想要的 所以 我一直在追求的就是 我希望我可以 可以 呃 将来如果有机会可以陪伴我孩子 那这个 我很明确 我知道我要的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我一个很强的一个原因 为什么 我 会一直去创业 然后一直去提醒自己 一直去 把我的能力提升上来 我希望有一天 我能解决到 我这个部分 OK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找到一个很好的理由 那这个以上我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的理由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第二个第二个方法呢 我记得这个跟大家分享嘛 就是 make daily choice the power of choice 就是做你的选择 因为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有选择嘛 你可以选择去努力工作 你可以选择在家里看电视机 然后躺在沙发上吃零食 直接就是选择 那 你要怎样去选择 你要如何去选择 这个是取决于你 所以呢 嗯 在这里呢 Robert的选择就是什么 努力工作 创业 那他的好朋友Mike 他选择什么 他选择继承家业 因为他爸爸退休了 然后他选择去守业 OK 那 其实 每个人每个生活中 我们每天都在做选择 那你的选择 你希望变成怎样的人 当然你要相对 你要付出 对不对 可是很多时候 我们 的想法 也可能会影响到我们选择 就好像我们一直想说 诶 我不能 我 我觉得钱是 不好的 是我选择 不要去 赚多一点钱 那这个 这个也可能是 没有错的 OK 因为你这样思考 你觉得钱是 万二的 所以 你觉得赚很多钱是错误的 那这个我也没有办法去影响你 OK 只是觉得 你可能可以多接触不同的思维 去改变一下 因为 有钱 有钱不一定是坏的 OK 因为有钱 其实你可以帮助更多人 你可以服务更多大众社会 而且 就我所知 在西方国家 其实 他们的宗教 OK 都会 都会 很努力的 鼓励大家 去努力的工作赚钱 因为你赚到钱 OK 这样你可以更容易去服务整个社会 OK 去帮助更多人 所以 钱是好的坏的 我觉得这个是 取决于自己 OK 所以 我这里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他每一年 他都会至少 会上两堂 Semina 就是两个课程 这样子 那 我现在回想我自己 其实我 我其实在两三年前 我好像都一直这样子 有可能是因为我刚结束完这本书后 我有去 采纳他的意见 因为我在过去 每一年 至少 都会参加两到三个 不同的课程 OK 那花的钱其实也不少 每一年大概花整万块 这样子 那 直到我去年 疫情开始到现在 我基本上 已经远远超过了两三堂课 已经超过 已经上了大概十多堂 二十多 十到二十多堂课程了 呃 这个是我选择 因为我选择要赶快提升自己 我觉得时间是 很有限的 那我希望在有限的资源 有限的时间内 能保自己 先提升上来 OK 这是我的选择 那你的选择是什么 那这个就交给你自己去思考 那第三个 他分享的就是 选择朋友 Choose friend Catholic OK The power of association 因为我们朋友一定有很多 很成功的嘛 或者说有一些比较 不成功 OK 因为每个人想的东西不同 那我们可以从成功的朋友里面 就是赚到很多钱的朋友里面 学到什么 学到他们如何成功 学到他们做对什么方法 那当然 有一些朋友 可能就是 没有的那么顺利 我们也可以从中 学到什么 学到如何去避免他们犯下的错误 就是可能 呃 他们不喜欢去读书 然后很喜欢逃避事情 所以导致到他们错失很多 一些很宝贵的机会等等 那这个我们也是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习的 那 呃 还有 这里Robbie有跟我们分享 其实 我们也要比较小心一点 就是 不要很常去听 那些比较害怕 那些比较 我们讲 思维比较狭隘的人 的一些意见 因为呢 他们给的意见很多的时候 是 都比较偏负面 而且他们都没有去尝试过 就告诉你这个东西不行的 没有 他们没有去测试 就是跟你说这个方法是错误的 不行的 所以 呃 在这里呢可能会阻碍你的一个前进 所以 这里Robbie有特别去提醒说 说不定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如果能 能的话 尽量去避免 很常跟这些朋友们接触 不是说不能当朋友 能当朋友 只是有时候 因为他们比较偏负面 如果你自己不会被影响 那没有问题 如果你是很容易被影响的人 那就要小心一点 OK 那第四个呢 第四个呢就是 Master a formula And then Learn a new one The power of learning ability OK 所以第四点呢就是教大家 赶快 把自己的学习能力提升上来 OK 把自己的学习能力提升上来 那 这里讲的是速度 所谓的速度就是 就是如果你可以赶快的快速的去把一个学习 学习一个东西 可能说以前我学十小时才能学会 现在你你练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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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到五小时就学会 那就很好 OK 你可以往三小时就学会新技能 两小时就学会新技能这样去卖进 因为其实在这个时代哦 资讯真的太多了 而且 不缺 只要你愿意去学 YouTube有很多免费资源等等 太多了太多了 OK 那 那 我们 要怎么去跟人家 跟我们讲 把自己变得有能力 有精神能力 就是你要把自己的学习能力提升上来 那这个呢 我也是一直在练习 所以我希望透过我的分享 提醒大家 这个能力很重要 我们要一起去 把自己提升上来 把自己学习的能力 提升上来 OK 你的学习速度越快 当然你掌握这个技能越快 当然你拥有的技能越多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OK 那 第五个 就是 Pay yourself first The power of self-discipline 那就是 我相信大家可能 对这个有影响 就是 富巴一直提醒我们 先 付给自己 OK 我们赚到钱 记得先买资产 先买资产 再去用资产 赚到的钱 去 付你的其他的expenses OK 这个很重要 不要直接 钱进来的 那就去付expenses 我们要慢慢的 把我们的资源 我们的钱 我们的时间 先去累积我们的资产 然后 把资产 带给我们的收入 才去 买我们想到的东西 才去花 才去付费 OK 这个很重要啊 当然 如果 你是欠很多钱 当然 你一定要把债务还清啊 不用 不要认为说 什么东西 就先给自己 然后你的债务不需要还 那这个是错误的啊 你一定要 就是在自己 适当的能力 范围以内 OK 开始去累积你资产 然后 把这个资产的钱 去付掉 你的一些费用 OK 所以这个是第五项 那接着呢 我们讲第六项 第六项呢 就是 Pay your work good well The power of good and wise OK就是 我们要适当的 我们要把我们的钱 就是 放 给 给那些专业人士 不要去省这笔钱 OK 因为 很多资讯 其实是 无价的 就比如说 很多时候 我们可能想要省 我们觉得 这个人 他的服务很贵 我就选便宜一点的 只是有一些专业 专业人士的资讯 其实贵 也不要紧 因为他能帮到你 反而是便宜的 很便宜 没有错 可是 他给不到你有用的资讯 反而害了你 懂得意思吗 举个例子 可能这个人 他的服务 可能你要给一万块 可是这个一万块 你给的他后 他给你的意见 可能让你能赚取 一百万 那你值不值得去投 值得 你值得去给 因为他 你帮他 他会帮回你 OK 这是他专业的费用 那如果今天去给一个 可能 十块二十块 一千块的 那一千块的 给了你什么 他可能只帮你赚 十千块而已 那请问这样你要不要 那给我来说 我宁愿要A 都不要B 因为A 能给我的资讯更多 更丰富 OK 所以 很多专业人士 比如说 律师费 比如说一些 我们讲 Secretary OK 秘书 还有一些 很多顾问的费用等等 这些东西 大家不要去省 就是这些东西 如果你是有能力的话 该给 就去给 因为 他们能帮到你 OK 不要去省这笔钱 因为 如果有时候你省的 反而会害了自己 因为你很多东西做错了 或者说 一分钱一分的货 我这样说 OK 所以这是第六的 那第七呢 就是 Be an Indian giver The power to get something for nothing OK 那这里其实就是说 我们 可以透过 去先 get OK Be an Indian giver 然后 The power of get something free 这个呢 其实 他给的例子 有点抽象 我就想简单一点 就是 我们要如何去得到免费的东西 那其实 就好像我们一开始 需要先去投资去买这个物质 可能工了三年后 那 这个 这个费用给完后 那这个物质就是免费的嘛 对不对 因为你已经租完了 工完了 所以 剩下来的 每一年的那个租金费用都是免费的 可是你要有这个免费的这个钱进来 或者说 你买股票 他给你股息 的这个钱进来 你 也得需要 有这个风险承担 就是每个东西都有风险嘛 就是你不可能买每个物质都 每个物质都帮你赚钱 所以 当然 在这个 这个方面呢 就是你需要 冒一点风险 OK 冒一点风险 你才会有这样的回报 OK 如果你没有冒这个风险 你觉得 每个东西都很危险 那当然 你只会在原地不动 当然 也不可能会有免费的东西给你 OK 所以这个就是 第七点跟我们分享的 那 第八点呢 就是 Use asset to buy luxuries the power of focus 那 其实 在这个单元吧 所以 第八个例子呢 他有跟我分享到的就是 Robert有一个朋友 OK Robert有一个朋友 他 他想给他孩子 他孩子 应该说他孩子想要买一部车 三千块钱 那他跟他爸爸要 那 Robert 的 那个朋友 就是这个爸爸嘛 他就跟Robert 刚好聊天 然后 Robert就问他 那你有给他吗 我有给他 可是 我给他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 我给他 我给他三千块钱 然后 我要他 去 用这个三千块钱 去赚钱 OK 不管是投资股票 还是买什么东西都好 只要你能赚到这笔钱 你要把这个三千块我给你的钱 赚成六千块钱 OK 那这六千块钱 有三千块钱 你是可以拿去买车 OK 那剩余的三千块钱 就是你这学期的学费 所以 这个就是 这个朋友 给他孩子的一个方式 当然 这个孩子目前来说 他没有赚钱 可是 可是 他已经开始意识到 原来 投资 这个知识很重要 他一直开始去研究 花很多钱 就花这笔 爸爸给的钱 这三千块 去研究 去投资 然后 大量的去找资讯等等 那 他去测试了一千块去投资 然后失败了 然后 还有 再测试多一千块 还是失败 那现在还剩一千块 可是呢 他孩子呢 现在已经把重心放在 放在 去研究投资 而不是研究 去思考 去买那部车 所以 这个呢 其实 就是在跟我们分享 就是我们想要买 我们想要买 一些 呃 名牌的东西 luxeries 就是 不是必需品哦 是我们想要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可以 利用这样的一个例子去 让我们自己 先去累积资产 用资产 带给我们的收入 再去 买 我们想要的 luxeries ok 我们想要的一些手表啊 车啊 名牌包包 等等 ok 那 这个就是 他的朋友 用这个方式去教育的孩子 ok 告诉他 你要 可以 先把我这笔钱 赚成两倍后 我就 给你花这笔钱 ok 所以 这个就是一个 我觉得蛮好的例子 可以让大家去参考 那最后 第二个呢 就是 Truth Heroes The Power of Myth ok 就是 这里会有分享到啊 他其实 他有很多心目中的一些偶像 那 这些偶像呢 就是他的学习对象 那 比如说他有提到 特朗普 Donald Trump 还有 George Soros 这个是一个投资里面很厉害的人 ok 等等 他都会去追随他们 然后去学习他们的方式 就是他们做了什么 学习什么 看些什么 然后他们是如何去思考 如何去想的 ok 他是有这个我们讲 ideling 就是有一个学习对象 去楷模对象去学习 那这个我自己也有很多 ok 那我 因为我很喜欢很多不同的东西 ok 有可能商业领域的 可能有运动领域的 可能有 电脑的 可能有一些 狗的 等等 我有很多很多很多 可能有超过100个吧 不同不同领域的一些 对我来说 就是我的学习对象 或者我的偶像 等等 那这些都是我都会去找 他们的想法 看法 等等 这个是我的方式 那大家 我觉得也可以建议大家 去找几个你喜欢的对象 就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啊很简单的 巴菲特是我一个很喜欢的对象 那Robert Kiyosaki也是我很喜欢的对象 那还有 查理芒格 那这几个都是在 可能在商业界 投资界 比较出名的嘛 那在 在一些武术呢 那可能就是李小龙 可能是成龙 大哥 等等 这些就是我的对象 ok 那 再给大家最后 最后 第十个方法 第十个方法就是 Teach and you shall receive ok Teach and you shall receive 就是分享 去教 ok 去教去分享 那在分享的过程中 你一定学到更多 就比如说我现在 ok 那 富宝宝宝宝宝宝这本书呢 我已经读了很多次 那这一次呢 我选择 就是 开相机 然后 就是跟大家去分享 我自己读后的心得 或者说 我 读完后 就在我想到的一些总结 与大家分享 那我在做这个总结的过程中 其实我也是在梳理我的 我的思维 我在梳理我的内容架构等等 其实也是在另一种的学习 所以 大家也不妨可以去做这个动作 那你可以透过文章去写 或者说说话 去跟你朋友说话 去跟你的家人去分享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去学习 因为你在分享的时候 其实你也是在交流 ok你在交流 可能别人会问你问题的时候 你不懂 你发现到 这个东西我不懂 那我要去找答案 那这时候 你又更深度去学习 去搜寻 你不懂的东西 所以 以上这十点呢 就是 Robert跟我们分享的 他会 建议大家 如果你想要跳脱 你目前的状况 你想要改变 ok 那这十个方法 是他建议大家 可以去使用 ok 那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ok 我希望能帮助大家 那在这里告诉大家 下礼拜呢 就是我们这本书的最后的一个单元的 ok 它其实是补充了一个读物啦 它不算是一个完整的单元 因为这个单元 其实算是 比较算ending了 然后 下礼拜呢 就是最后的一些 它有一些additional的一些 建议等等 然后我会再跟大家分享 ok 那我们下礼拜再见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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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ить